大家好 这两天啊 向太的直播节目啊 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火爆全网了 因为呢 向太啊 预告说 在直播节目当中啊 将送出百辆车子 为此啊 很多粉丝呢 就开始摸个拳擦掌了啊 希望这个幸运的大奖呢 能擦中自己 对此啊 很多人就感慨说 哎呀 直播带货呢 本来是些普通的 小商小货门的精模式啊 如今呢 这些富人大厂 明星们啊 纷纷涌入了 比如说啊 像向太这样的富商啊 还有呢 新东方这样的大厂 以及刘涛 孙莫雷啊 这样的大伙 这样普通的主播们啊 越来越难以经营了 其实啊 也不怪这些人抱怨啊 这向太啊 向南呢 是舍得砸钱的主 一直啊 是名声在外的啊 2013年 在加特派卖会上啊 他拍得的一个 重达75.36克拉的水滴型转石 叫这啊 名字叫做中国之星 那向太呢 戴在脖子上啊 再配上价值 三千万港元的 十把克拉的转戒和这个二环啊 一身呢 是优荣华贵 那全身的钻石啊 就超过了一亿港元 那等于啊 带上了几层豪宅啊 在身上 其实啊 对于很多网友的这种抱怨呢 我是理解的啊 但呢 同时表明啊 他们对一些新的影响模式的理解 还不够深刻 对于新的影响模式来说啊 进入的太早 或者说太晚啊 都是赚到钱的 只有正好开上风口来的时候 才能以小博大 那小投入大产出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啊 一方面呢 需要精神啊 有很强的商业意识 和前瞻性的思维 同时呢 还要善于进行营销策划 当一些风口过去的时候啊 对一些小企业 或者普通人来说啊 即便是在营销策划上 有特别好的诚心 那其实呢 也是很难以小博大了啊 这个时候要做的呢 就是应该啊 寻找下一个风口 当然我们要明白啊 很多营销风口出现的时候啊 是有一些偶然性的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啊 不可测试 当然很多人啊 一直在关注营销 毕竟呢 有很好的前瞻性自卫 也在做着很多的探索啊 但是呢 就是没有赶上一些 营销的风口 比如说啊 像电商星期的时候啊 其实从90年代末呢 就开始了 但是呢 头过几年啊 效果呢 就特别差 其实呢 是一个偶然事件啊 让它活了起来 那就是2003年的非电疫情啊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啊 不能出门 或者说呢 出门受限 所以啊 电商的景色呢 就快速发展起来了 并且形成了风口 而直播代货 形成风口呢 也是因为 新冠疫情的原因啊 因为疫情带来了 交通不便 和出行不便 所以说呢 大家啊 铁在电脑 跟手机上的时间呢 越来越长 这就给直播代货呢 带来了一个新的风口 但是这些 外界带来的影响啊 终究会过去的 当我们的大环境啊 又回归正常的时候 富人和大厂门呢 纷纷借助啊 那很多的影响模式啊 就要面临 重大的洗牌了